我们过去做人那是一幅凡夫像 现在我们学菩萨了 有一个修成正果的一个过程的菩萨像 所以修行人要将所学的佛学理论 哪怕是遇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都必须要用佛的意念来对应自己 人都会碰到困难和不顺 只是有将凡夫的境界转化成菩萨的境界 才是真正修行的功夫 否则你一辈子学佛就叫空谈佛法呀